接下来我们就来比较不同植物 它们的生活史上的差异 那第一个是它们在世代交替里面显著阶段的不同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世代交替里 其中如果是显台类的话 它是属于配子体世代较发达 也就是这个细胞都是属于单套的这样的时期比较发达 而它的包子体呢则是寄生在配子体身上 没有办法自己提供养分 所以养分是有赖于配子体来提供 那到了绝类之后呢则是包子体比较发达 也是跟我们人一样是属于主要是双套的形式 那它的配子体呢虽然比较小 但其实还是可以独立生活 它大概是平贴在地面上 那就是会比我们宇庄负业所看到的那样子的包子体来小得多 但是它是可以独立生活 再来是种子植物包含螺子跟被子植物 都是属于包子体世代较发达 二双套的 那它的配子体呢则是寄生在包子体上 已经不能独立生活了 而且呢已经退化到非常小 仅仅只有几个细胞所构成的一个单套的组织而已 好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是刚才我们讲到世代交替的一个图 那包子体的部分发达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蕨类与庄负业的 或是我们常见的种子植物看到的根莖叶的部分 那配子体世代发达的呢则是显台类 所以我们平常看到的平铺在地面上这样子的显台呢 其实都是单套的配子体世代 再来生活史的差异还要比较的是包子的形态的不同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包子就是一个单细胞 而且它不具有受精能力 不过可以有私分力变成一个多细胞的组织 好那因为有私分裂的这个染色里套数不会改变 所以就还是维持单套 好那所以包子的不同是我们来看显台跟蕨类哦 它的包子都为单一形态 所以就都是包子大部分都是包子 只要是包子它们的包子就都会长这样 那如果是种子植物呢包子就有大小的差别 那如果是雌性生殖构造所产生的包子形态就比较大 我们就叫它大包子 好反过来雌性生殖构造产生的包子形态叫小 我们就称为小包子 那再来生活史的差异还要比较的是散播子带的构造的不同 好在显台类或者是大部分的蕨类 它们主要在散播子带的部分是利用包子来做散播的部分 好那这个包子就具有后比是一个很小的单细胞 而且数量会很大 有利于直接就是散出来传播 通常都是随风飞散的 好但是种子植物呢 就包子是留在包子体的身体里的 是不会散播出去的 好那它们主要呢是以受精卵所发育成的胚和母体其他组织 共同形成了一个种子或者是果实来做散播 好而它就具有比较多样化的传播方式 好有的可能是被其他动物吃掉或者是被带走 有的是借由风力 有的借由水力来做传播 而且呢在胚在发育的时候 它也会有其他的组织来提供养分来让它萌发 好那缺点则是它的数量通常是比较少的 不像包子的数量可以那么大量 好例如说我们看下面的图 左边的这个就是蒲公英是一种被子植物 那它是以风力传播它的种子和果实 那右边的则是布瓜它的种子呢 就是利用受力 就是别的动物吃进去之后 带到远处来做这样子的传播 接下来要看的呢则是被子植物的有性生殖的细节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熊配子体 也是花粉馆的行程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看男生的部分哦 好那一再一朵花里面的花药 我们如果把它很切面捧开来看的话 会发现有很多的花粉囊 那在花粉囊里面呢应该有很多的花粉对不对 但是在还没成熟之前呢 其实里面是有很多一颗一颗的小包子母细胞 好那小包子母细胞其实不是小包子哦 叫什么母细胞就是什么的妈妈的意思 所以小包子母细胞是小包子的妈妈 好妈妈的意思是说等一下它才会准备来变成小包子 好所以这一颗一颗的小包子母细胞 因为还不是小包子 所以它的染色体套数仍然跟包子体一样 是属于双套的二N 等到实际成熟了 它就会开始每一颗小包子母细胞会开始做减数分裂 产生四颗单套的小包子 好所以在这里呢是小包子母细胞 你看刚刚说很小包子的妈妈 它减数分裂之后才会产生小包子 而小包子才是属于包子体时代 呃才是属于配子体时代的是单套的 接下来每一颗小包子哦 这是它所减数分裂产生的每一个小包子 都可以在经由有丝分裂 一次的有丝分裂发育成两个细胞 这个时候的这个东西我们就称为花粉粒 好那它包含的两个细胞呢其中一个是包围在外层的营养细胞 另外一个则是被包埋在里面的生殖细胞 好那营养细胞跟生殖细胞都是由单套的小包子 有丝分裂变成的 所以有丝分裂染色体套数就不变 所以花粉粒里的这两个两种细胞都属于单套的 接下来呢这个花粉粒可能会随风传播 或是有一些虫眉来做传粉 等到它碰到了柱头上之后 就会诱使这个花粉粒做有丝分裂 所以在受粉的时候它才会进一步的再有丝分裂 这时候就会形成花粉管 也就是被子植物的熊配子体 好那这个花粉管的构造呢包含三个部分 其中有两个就是精细胞 单套的精细胞也就是熊配子 那在最前面的部分呢就是由营养细胞所发育而成的管细胞 那它的细胞核就称为管核 上面的两颗精细胞就是由生殖细胞所发育而成的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被子植物的有性生殖 它的花粉管形成的过程 而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熊配子体里面 两个精细胞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先等一下 待会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女性的磁性的部分